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18日 星期一 今天早上 小碼說了梁振英 質疑這個BNO香港人 去到英國也不肯交還身份證 其實只是想移居 不是移民 因為這班人想留一條後路 我覺得 小碼說完新聞 我覺得我很需要出來評論一下 因為 我們就是屬於這班 過了來的人 那麼我們怎麼去交還身份證給你香港特區政府呢 不如這樣 你跟英國政府 你跟英國政府這個辦事處 倫敦辦事處 你開一個 開一個櫃檯 給人交還身份證 順便就把強積金還給我們 你以為我們不想交還給你 現在 是你們不能認數呀 吵你老母 這節先跟大家詳細說一下這件事 其實 梁振英這樣做 他反過來不是在迫害一群黃絲 是在迫害很多藍絲 為甚麼呢 詳細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星期一沒有直播 明天星期二就有直播了 大家記得 星期二 8時至11時 三個小時直播 那麼現在後備頻道有一點探討 即將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主頻道 後備頻道 一齊滾 多謝 說回梁振英這傻子 他 自從沒有了特首撈之外 大家都知道 只是網上 在Facebook上面打下飛機 因為 完全沒有人理會他 是一個失意政客 失意政客也不要緊 他一直都想做很多事 例如想做特首 擺明告訴你 No You are fired 你是不Qualify做特首的 現在 他的唯一寄託 也沒有了 因為他這幾年來的精神寄託 就是追擊 蘋果日報 當然只在Facebook上面 當蘋果日報也沒有賣的時候 他就好像那些退休的老人家 一回到家沒有工作 翌日就死了 梁振英可以捱到今天 其實 他的生命力 是源於特首 他覺得他還有機會翻閹做特首 所以 我覺得 其實翻閹這兩個字 我不太明白 為什麼會翻閹呢 想再做一個特首 或者做那份工作 叫翻閹呢 一鍋就閹了 哪有翻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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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星馳 這個我不太明白 認識的朋友 知道翻閹的閹是怎麼閹呢 麻煩留一留言告訴我 我也覺得 要翻閹一年紀才認識 我想70歲以下都未必認識 繼續說回梁振英 他現在 主要是追擊一些去了英國的人 因為這個本身是英國漢奸 你聽過他的名字 也知道是漢奸 梁振英 他爸爸就知道了 他說這個共產黨靠不住 靠不住 我們也是要振興大英 所以 他改了兒子的名字 漢奸 叫做振興大英 梁振英 因為他爸爸 本身就在港督府做漢奸 山東差 所以 他一直都是深系英國 但是由於他的兒子的工作 關係就要舔共 所以 他當然 又想親一下英 又要舔共 兩邊舔 到了真的做了特首 沒辦法了 整家就放棄英籍 現在他就很眼紅那些可以去英國的人 因為他心裏 骨子裏面對英國的那種崇拜 就好像陶傑一樣 說起英國 經常都懷念他70年代的美好的回憶 這裏 帶給他可能有很多快樂 不過 他 在香港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他要住一些英式的屋子 因為他要住屋子 都是英式的屋子 低密度屋子 這種漢奸骨子裏面對英國 有一種 無限的迷戀 但是當他沒有辦法再去英國的時候 他 心理上 產生了一種抗拒排斥 恩愛成恨 這件事也是梁振英 最近為甚麼越來越變態 他 重拾到他生存的目標 為甚麼呢 因為這些人如果他不做這些事就會死 日後就會暴斃梁振英 所以 他現在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在追擊這個BNO的問題 你們這些人可以去英國 為甚麼我不行 他其實很想來英國 很掛念英國 這個 是帶給他 一個唯一可以抬得起頭做人的地方 不用擦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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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太暗的腰子 沒有辦法了 因為他現在的身份來不了英國 所以 他開始就向一些 可以來到英國 又或者 本來英國的門檻很高的 投資移民要200萬英鎊 即是2000萬港元才可以移民過來 一般人沒有資格移民來英國的 現在BNO 突然幾雞雞雞就來到了 梁振英 他把所有的仇恨 把所有的愛 全部轉化為一個恨 這樣 追擊現在 可以 很輕鬆 很低成本來英國的香港人 BNO就是他追擊的隊長 他提到 近年以BNO到英國的香港人 還未交換特區護照和身份證 說明他不想放棄香港的身份 所以這群人只是移居而已 從香港的屋子搬到外國的意思 為自己留一條後路 他說得沒錯 這群人 就是香港的藍絲 大量的藍絲 乘住BNO之邊 血液不用流 無端端 找坐釣魚船 坐去BNO的順風車來到英國 即使賣了香港的不合理價格地高的這些房子 來到英國買回幾層 又可以韌韌收租 這群藍絲 可以說 真的是天堂的遭遇 梁振英最不喜歡就是這種人 因為 你又要愛國跟我一樣 為甚麼你可以去英國 我不行 所以梁振英心裡上 現在是要弄死這群藍絲 你這群混蛋藍絲 愛國的啦 愛國轉頭就去了英國 我都想去 我去不了 你去不了 我要撤斷你的後路 因為他知道 藍絲是會回香港的 香港只要有機會賺錢他們就會回來的 所以 他現在主要的追擊目標就是這群藍絲 這群死藍絲 因為他知道黃絲 根本恨不得 不會再回香港 你要他交還了身份證 趕快剪輯吧 根本沒有想過回來 所以 他今天要追擊的目標 其實就是這群死藍絲 追擊完這群死藍絲 還有一群死混蛋要追擊 那個叫做新界佬 新界佬移民了來英國 有些兩代 有些第三代 孫子也出生了 簡冰池五幾年來英國的 如果他有孫子也是英國籍的 他還可以在香港有身份證 政府派遣他有份分 還有一個問題 他們還有丁權 可以在香港建丁屋 說出來多不合理啊 要取消這些特權 絕對要 所以 消滅了所有鄉事派在香港的特權 我估計是梁振英想做的事 當然這件事我們不會反對 我們是舉腳贊成的 黏住所有 移居英國 拿BNO去香港 去英國的所有香港人的後路是對的 反正我們也不想過回去了 回甚麼去 有些人可能 做生意 香港的生意 我不要香港身份證 我用英國人身份來 難道你不給嗎 不會的 除非你跟英國宣戰 這樣就不怕了 這個我是歡迎 你有本事使得中國和英國宣戰 我覺得你很厲害 快點去做 繼續說回藍絲的問題 藍絲通常都是專賺著數 現在有著數過來英國 將來香港有著數回香港了 所以 撤斷他們的後路是有必要的 這件事 我們舉腳贊成 你千萬不要做梁振英 即時 在香港政府使用你的影響力 不過可能你沒有 這件事說出來 也很傷人家心 如果你有本事 即時在倫敦設立辦事處 在香港身份證 即時在他面前註銷 我可以告訴大家 大家不用擔心了 因為如果香港身份 特區護照 連身份證被註銷的話 你就是沒有國籍人士 最好是退出中國籍 真的 只要退出中國籍 你是沒有國籍人士 英國政府是一定要立即給你一個BC 因為不可以有人求 所以 五屆也節省了 希望梁振英真的幫幫忙 另外有個問題 既然我們 已經是 離開香港 永久撤銷香港籍 麻煩你 強積金的數目 你要找到了 你不找到了 就告你老母親了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裏 希望梁振英坐言起行 好